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符时也有咒语 做一切法都有一定的咒语 画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要摆香案 上香 请神 事先敬身 又敬手 敬口 敬笔纸墨 燕台 祷告完后取笔一挥而就 喷上法水 再祷告 在顶礼 送神 缺一不可 符咒其实大同小异 虽然现在很多修行的法门都已经写成书公主于世了 但是一些首诀秘字等口传新寿的内容 却是秘而不宣 据说 符师使用法术时 师父就会有感应 如果用来作恶 师父有办法收回法力 当然 画符念咒这些早就被认为是封建迷信 至于 这些法术到底管不管用 谁知道呢 白杰只知道 千万别利用封建迷信的手段 恶毒诅咒他人 从而使自己的内心达到平衡的伎俩 那将害人不成 反害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营物营社 我们下期再见